没想到我直接撞见了他们俩的行凶现场 那位司机正在直接碰有小X的身体 而下一秒就踢着刀向我追来 救命!救命! OH MY GOD! 终于放假了 我本来打算和朋友小X商量商量去哪玩 结果这小子给我爆了个超冷门的景点 而且还说那只接待8个人 笑死我了 难不成你这景点的路段就只能成中8个人了 这... 这里是... 哪里? 我记得录他了 然后我就摔下山崖了 外面这是... 太...太...他了 对了!小X呢? 好兄弟! 你可千万别嘎了 你小子还欠我钱呢 所以说现在就只有我们三个兴奋者了 他来这里是上不去了 我们去找找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路吧 前面似乎有条路 不知道能不能走出去 嗨!他还是死胡同 等等 这里的光雄好像能出去 不愧是我 硬气就是好 你好 我...我先走了啊 就来这时 小X突然找到了出口 我来了我来了 刚刚这里有路吗 而且前面还有移动客栈 你这客栈开在这儿 根本不会有人来吧 关你锤子是... 老板娘老板娘 我们跌落山谷 手机钱包全部见了 求求你收留我们吧 你小子想白挑是吧 不过老板娘还真是刀子的都不行的 不仅免费包吃住 还帮我们报警 能遇到这么好心的人 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但是当我来到院子里的时候 却看到了起个挂在肝子上不知名的肉 我从来没见过这种肉 肯定不是猪牙牛羊的 算了 也许是这山里特有的动物肉呢 还是去休息一下吧 先处理一下伤口 嗯?什么东西? 算了 也许是个大哥子吧 感觉这个人特别余思 睡觉睡觉 杀 这又是哪里 是我的梦吗 前面好像有个小女孩 爱你 我听到朋友叫我出去的声音了 去看看警察来没来吧 对了 昨天那个小蓝丹呢 敲了敲门去没有反应 老板娘说 那个人一大早就走了 懒都懒不住 对了老板娘 昨天我在森林里遇到了一座孤坟 你知道那是谁的吗 那座坟好几年了 我也不知道是谁的 那座坟不是挺新的吗 老板娘为什么要撒谎呢 算了 还是去Navy看一下吧 昨天的尸体呢 怎么都消失不见了 安全期间 还是先回屋等警察吧 然而正当我要休息的时候 小叉的房间突然传来一声惨叫 哈 看来是玩打紧被打也抓了 不必在意 算了 还是去看看吧 小叉的阴柜里怎么有血流出来 没想到小叉居然已经遇害了 而令我震惊的还不止一次 现在阴柜里居然还有联系地下室的隐藏通道 地下室里有渣药 小孩的玩具 大陆的监控 以及 诡异的运机 原来如此 司机和旅馆老板明显是疑伙的 他们联合起来设计坑海游客 可这 到底是为什么呢 满是疑惑的我决定继续向前探索 可没想到正好撞进了他们的行凶现场 那司机立刻提到冲向我 救命 救命 在小女孩的带领下 我终于逃了出去 在我和她交谈之后 才终于得知了事情的真相 choosing 中文剑 传统合 媒体 西诺 美 明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